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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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吾巴库尊者 然后他是在佛陀 涅槃以后也是佛陀受祭的 释迦牟尼佛把涅槃以后 把僧团交给迦瑟尊者 迦瑟尊者传返给安安尊者 安安尊者传给第三组 叫桑那和修 桑那和修尊者 吾巴库就是第四组 所以六伯局都尊者 然后一直传传传传到 第二十八代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在把这个 佛陀原始的禅的这种心吧 传到我们中国来 然后二组到六组 慧能大师 那这个乌巴库尊者 他事实上也帮助了阿玉王 那个时候 那在这个世界 扑持三宝 还有佛金阶级 还有呢 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 盖了八万四千个佛的设立 也是这位乌巴库尊者 那佛陀寺 那佛陀受计是因为 在佛涅槃以后 这个世界上有魔 会一直障碍佛教 所以佛陀说 这位乌巴库尊者 他叫什么 来念一下禅定第一 他禅定第一 而且能够降魔 所以那个时候 虽然阿玉佛王过去杀了很多人 然后被杜了以后 开始护持三宝 有惭愧心 想要赶快来建佛塔 护持三宝 消除他的杀业 但是魔王就会出来障碍 所以那个时候佛陀就受计了 在阿玉佛王 开始要利益众生的时候 那魔王被障碍 就要靠这位乌巴库尊者 那乌巴库尊者 那个时候呢 当魔王把佛陀 把阿玉佛 供养佛像的花 都带在那些 宿教人身上 意思是说 你们 没有办法 打理我 我反而把这个花套在你头上 让你 能够 就像跟他玩一样 后来 乌巴库尊者一出现以后 他是在水里面修行 叫水中 发财火 他就把那些 死掉的尸体很臭的 然后呢 用神通变成花 变成花以后 然后这些魔王 把这个花丢在宿教人身上 然后他又把这个变了的花 来 布施给魔王 那魔王以为那个是 哇好漂亮的花 他套在他身上以后 变成死掉的尸体 一大堆臭的钥匙 他怎么样用 用他的魔力也甩也甩不掉 后来实在没办法 他就来求 乌巴库尊者 乌巴库尊者 他说啊 除非你答应 从今天开始 不再伤害佛教 来护持佛教 我才把你身上的这些 花臭的尸体拿下来 这个魔王说 佛陀在世的时候 佛陀都没有这样伤害我 那你比佛陀修的不好 那乌巴库说 没有办法 因为佛陀用慈悲啊 我是阿罗汉啊 我用神通啊 所以 那魔王没办法 只好答应嘛 答应以后 他就护持佛教 所以那个时候佛教 还可以慈禁 所以这位乌巴库尊者 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就已经释现了 释现一个很骄傲的修行人 后来被佛陀调伏了 而归商榜 他曾经也释现做一只猴王 这只猴王供养商榜 佛陀就把他的本身故事 也讲出来 然后乌巴库尊者 他就在水里面修行 所以他叫水中骗官 他是因为看水 然后呢 修禅令 把世界所有一切都变成 无二分别的水 这样证的阿罗汉 但是呢 他没有佛陀的相讨庄严 所以他叫无相佛 那现在各位看到这个 在缅甸人认为 乌巴库有大神通 而且非常慈悲 那他们这边的小沙咪 就走很远的路去拖拖 拖拖回来以后 如果超过十二点 小沙咪就没办法吃饭 乌巴库可以看着太阳 然后太阳就不动 太阳就不会超过十二点 然后小沙咪就可以吃了 那这个也代表 缅甸佛教的一个特色就是什么 来过午不食 缅甸佛教他们很骄傲 他们吃戒吃的很咬 因为乌巴库永远就看着太阳在吃饭 这个过午他绝对不吃了 但是也这样来保护小沙咪 乌巴库尊者 风调雨顺 满众生愿大家发财 一心鼎礼 禅定第一 禅定第一 他才用水供养 这样 如果要附抹健康 超度 他们有用这个 那缅甸佛人喜欢用这个香蕉椰子 这样来做供养 烟共云阴云中 佛子们虔诚又绕 深深佛号 圆满了当天在乌巴克尊者吉祥放生园中的 焉共诗实与放生行动 被视为阳光地标的阳光大金塔 又称为瑞德贡大金塔 或雪德贡大金塔 是缅甸最主要的佛教圣地之一 从历史的更迭中 淬炼亘古的仰望 阳光大金塔 群落建筑 因圣家塔拉山 安奉佛法的圣地传说 奠定其在缅甸佛国的精神地位 塔林环绕的竹塔顶端 以纯金塔叉 镶嵌历代王朝典藏的名贵宝石 也相对彰显了 阳光大金塔 在缅甸的历史高度 是逢巨石月 先结千佛殊圣功德日 视共僧为无上得业的海淘法师 没错过为众生修造福田的好机会 再度领众前来共僧 圣部作老和尚首先致辞 对于海淘法师历年来领众行善 精进不错的布施与功德 表达由衷的感谢与赞许 同时赞颂功德记 揭开共加沙与共僧的前行仪式 接着上部作法师 接着上部作法师领众赞经 佛子同声礼赞 前程范音中 全是律仪的神圣与庄严 精湛泛败后 也启动了共加沙与共僧行动的殊胜善举 我们今天在供养加沙的功德 经典说所有安全不遭破欢迎台湘的人 也不会有车祸 世界减少而且外调庄严 具足财富的经典说的 那些供养加沙可以修柔和忍辱 可以发起出力心 供养加沙可以突破障碍 这边往生者供养加沙 将来也会升更高的天 所以各位现在手上拿的加沙 每一个出家人都代表佛一样 然后我们替第六道友情 把爸爸妈妈为首的六道友情 在我们背后 给他们供养所有的佛 以这样供养加沙的功德 各位将来就是出身高贵 因为一个凡夫穿起一件佳沙 就变成像商宝一样被尊敬 供养加沙人将来出身高贵 有地位有福报 我们希望这个功德 每个人都不要评鉴 大家外表都好看有福报 将来也可以正的解脱 将来各位您也要穿佳沙好不好 要把这个愿传加沙 就是为了个人解脱 像个交通警察一样 也要帮助整个世界 没有灾难 愿他们都成佛 在供加沙 在六字大明咒的慈悲范音中 众人两侧恭敬 向受邀的108位上部座法师们 敬献夹沙 与最真心虔诚的供养 晚间 海淘大和尚 手持灯竹 来到大金塔广场上 一面念诵者点灯祭 一面领众点灯 为瑞德贡大金塔点万灯功德 再造福田 不消片刻 广场上处处明亮 万盏灯竹 在佛子们的慈心妙所中 慈光星灯 焕燃片照 利乐十方 位于阳光市中心的 波台堂 波德通宝塔 是缅甸典藏佛陀法设立 等珍贵历史遗物的主要宝塔之一 波德通宝塔 又有八角迷宫之称 相传曾获得佛陀赐予八根圣法的寿祭 因此 前来珍堵圣物的人们